模範父親學會的 我姓書啊 我聽不懂的就是因為他有這個演講 他有一天 結果他在電話之後 他把我叫我旁邊說要幫我介紹什麼什麼什麼 推薦什麼模範父親 他就這樣認識了 剛剛問不知道什麼叫模範父親 因為我也不模範啊 我是懂得做空而已啊 我是沒有小三啊 是模範是OK的啦 我是這樣認識他不錯啦 我本身是做 是你QI的 就是餐廳館 天間貨幣 食材供應 做飯店啊 不簡單不會講是從家裡來 飯店都是我們客戶 到店邊 做這一類的 那麼我 在這個學生大概到了四十七年 這年是四十年 我二十五歲就創立 百所成家 四百塊到高雄來 當然 講起來也是不容易啊 他們這個過程就是 剛剛開始之後 在進歸一些 錯誤跟失敗嘛 當然是 失敗我們成功之母嘛 他不知道嘛 他想成功一下 先進歸失敗 是OK的 前十年 中間十年 後面十年 這是一個成熟期嘛 到最後就是 因為 這行列 從零到零 我們這個叫做 是沒有這個公務 所有公司都叫做 參與公務 結果這個菜 到目前為止 它已經定型了 台灣確實 大概有二十萬條的餐廳 就靠這個公務 在供應它所用的食材 相當大量的市場 很大很大 因為 怎麼講 這個公務 一格約大概有六百一的成熟 一臉大概有八千的成熟 蠻大量的餐廳 就是說 以我們一家公務上來講 如果說 你可以公務到五百家公務 就夠你滿度了 我們公務大概有兩天加的客戶 所以說 我們是相當滿度的餐廳 但是 就是因為 這樣 在我們十八歲的時候 因為可能是 出事當不準嘛 所以說去正修 要去進修 那也是很榮幸 兩年就讀了 一座所畢業 那我 我是第一個畢業的 也蠻好玩的 因為 我在工作的時候 雖然我 書不高 但是我很喜歡看書 結果 結果我在讀了一座所當中 學校所教的 通工是我會的 結果很奇怪 結果很酸而然 兩個就畢業了 在正修二年級的時候 又遇到一個高科大的 一個EMBA的一個所長 他還在確定我在過去讀EMBA 結果就是說 在正修二年級 在高科大一年級 換句話說 三年來港的壽司 這個是算很不容易 厲害 當然 這個壽司 你們都知道 這不是最困難的 但是在基本上 學校都叫我 你們AJ來的都寫 個案就好了 因為是量化 又失化 都個案 還有我都是 夠我寫的 所以我回公司 有食材 有採購 有餐廚 有物流 都會寫 就這樣 就這樣 就把他 一個 一個架構 就是研究目的 研究方法 還有研究 架構 整個把它寫出來 這樣都可以畢業了 所以我在高科大是提早畢業的 還有三兩科 也是蠻限定的 所以說 我都遇到高醫師 因為在學校 在正修 因為 學校 做我捐一些 怎麼搶學金 啊 昨天早上 我也不懂 你還捐個檢驗金好不好 我說OK啊 就捐這間 就大約十點了 每年都會捐檢驗金 後來 學校說 學校委員會是不是 你來參加 我去參加金文首的一個 校主會 那兩個時候 就要我去接會長 要去人 學校說 那你還去 總會長 那總會這樣 接會長 這是一個意外 畢竟那 那不是我便宜 我便宜 我是喜歡賺點台 坦白講 我便宜 我便宜 看起來 我沒有錢 就叫我捐 整個金 就是OK的 我一年大概 就是大概50萬 每年大概有這個金 我再捐 我是有一個計算 這不超過50萬 是OK的 我講得怎樣 大概這個錢 大概有十幾 也OK啦 有一天又 有一道 就是到 官民部署去說 然後網民司會 就我要參加 那當下我是在 高科大接業畢業會長 就要接 網民司會 一般 你是考驗的 參加社訪 有三大組織 一是時間 一是金錢 一是青春 五是犧牲跟貢獻 六次而已 那就是 完全都是犧牲跟貢獻 是沒有辦法退會 我參加社訪 到目前 沒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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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我的 我的 工作均賺錢 沒有 我都不做 我是沒有 沒有 我沒有 不參與 做生意的這一塊 我只有付出二年 所以說 還好啊 很感謝 又是蠻多人的 在政典下來 實際上 他都超過兩萬人 因為政典就有十七萬人的 高科大也 又幾萬 還有我們社團 還有我們廠商客戶一堆 加起來 哇 差不多 所以我都很感謝我們 投影修夥 真的好好推進 來